欢迎加入1800新闻1点0的新闻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心仪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在留言区 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讨论新闻时事 今天的新闻首先 我们先来关心在台南 有警方深夜拦柴违规的车辆 没想到这一辆车子居然狂踩油门 原来是驾驶身边居然有通气犯 为了保护朋友不被抓 甚至一连闯了6公里 狂飙了10个红灯 但是这一次就收下了15张罚单 恐怕要缴上10万元 连通气犯朋友最后还是被抓了 警车巡逻发现有车辆跨越双白线 结果轿车狂吹油门想甩开警察 一路鸣笛轿车就是不停 还无视红灯狂飙 支援警力赶到车上的人 跑下车子跑了 我都看你啊 趴下 你看着我 趴下 你什么 趴下来 趴下来 驾驶一度想装傻 看到远警掏出警枪 只好双手投降 另一组警力去追车上的乘客 黑漆漆的巷子里开手电筒 地毯式搜索 自知逃不了了 躲在机车旁的男子主动承认 开手投了这么久 还不是双双被逮 原来二十五岁阳性乘客 涉及诈漆案件 今年九月被发布通气 台湾二十五岁皇姓驾驶 十三号深夜到台南找朋友 发现路边有警察领检驾驶为了保护朋友 孔标六公里聚检逃逸 算一算一共连闯十个红灯 至少开出十五张罚单 意气相挺通气犯朋友的下场 不只被警方送办 事后还要面临巨额罚款 被调扣牌照 还不如一开始就乖乖听话 免受老欲之灾 TVBS新闻顾手仓台南报道 来看到日本千夜县 有一名六十二岁的台籍女驾驶 她开车经过一出路口的时候 没想到却不小心撞到了一对母女 而当时二十六岁的妈妈 手上抱着的是一岁的女儿 正要过马路 两人被撞之后双双送医 而不幸的是女童最后是伤重不治 那么驾驶变成是因为天太黑了 看不清楚才闯下大祸 而现在她可能面临最高七年徒刑 日本千夜县四街道市 这处十字路口 周一傍晚约五点半左右 发生死亡车祸 一名二十六岁的妈妈抱着一岁女儿 准备过马路 却被正在右转的乡行车 猛力撞上 两人双双送医 女童宣告不治 而肇事的是一名六十二岁台籍女驾驶 占星女驾驶被捕后变称事发当时天太黑 看不见才没注意到前方路况 但警方表示这对母女是在后置显示为绿灯下过马路 将人以驾驶过失致死罪逮捕 相较台湾过失致死可除以五年以下徒刑 占星女驾驶在日本将面临最高七年徒刑或一百万日币 约台币21万元以下罚金 详细车祸原因日本警方正在深入调查 TVB的新闻总报导 来关系国际关系 我们知道拜登跟习近平两人的会面即将在11月15号就要登场了 但是呢现在这两个人还没会面之前 其实中美之间早就暗潮雄友 甚至是互相的较量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来看到华尔街日报就报导 其实习近平跟拜登两人在会面之前 习近平就有讲过 如果说要跟拜登来见面 习近平是有条件的 他说要先跟美国商界领袖进行晚夜 才要跟拜登来见面 但是当然了 就是希望习近平可以取得一些筹码 不过白宫也非常精明 白宫就拒绝了 原因是因为白宫认为说 拜登跟习近平见面的时间会拉得很长 所以意见也可能也会有所分歧 所以认为习近平应该要先跟拜登见面之后 再跟商界来见面 所以看得出来其实中美的外交 早就已经开始暗中的较量 那么现在很多专家也分析了 习近平跟拜登两个人现在要重返谈判桌 这当中当然有非常多的美感 包括像是耍手段 冷落对方跟缺席会议 甚至拒绝释出善意呢 都可能是谈判的手段 而现在大陆的外交部也向美方喊话 希望美国以实际的行动反对台独 APEC会议即将在旧金山登场 央视记者直级媒体中心找亮点 除了历史文化 不少诞生于旧金山湾区的科技企业 也选择在这里展示自己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和产品 各界都对APEC和拜习会衍生的经济合作 抱持高度期待 因为拜习会登场前 中国大陆已向美国最大农产企业采购300万顿黄豆 另外彭波也报道 大陆正考虑解除过去四年来 采购波音客机的禁令 南华早报则披露 今年四月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过境美国前 美方已先知会大陆 动作罕见被解读是美方释出善意 巴厘岛会晤时 美方明确表态 美国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 美方应当切实恪守坚持一个中国 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 不过天下没白吃的午餐 拜习会登场前 中美台面下依旧角力不断 大陆外交部要求美国总统拜登 应该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 而纽约时报引述白宫幕僚说法 指出拜登将当面告诉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别干预台湾和美国明年的总统大选 华尔街日报透露 拜习会拍板前 大陆官员曾提出条件 希望让习近平先和美国商界举行宴会 却遭到白宫拒绝 拜习还没见面 台面下已经动作不断 TVB新闻叶俊宏 戴源丽综合报道 没错 拜习会即将展开 除了拜登跟习近平两人是别人注目的焦点 像这么大型的领袖会面 场边的细节也是非常有学问 小置桌椅的摆放 大致这个水到底要用什么 大家都是非常的关注 我们来看到 他们认为说这些场边的细节根本可以说是幕僚 也就是后勤的噩梦 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座位安排 甚至是两人打招呼的方式 是要握手还是拥抱呢 还有要放水杯还是要放瓶装水 甚至摆什么花都是有学问的 只有专家就分析 如果今天放的是梅花 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象征的是坚忍不拔 如果今天放的是莲花 在中文的含义里面有和平的象征 当然了放什么花可以传达两国的关系 那么现在呢美国的媒体就报导 习近平其实希望他在抵达的时候 拜登是可以亲自的来迎接他 的确这样看起来好像比较有面子 另外他也希望说习近平跟拜登 两个人在合照的时候 旁边是没有工作人员陪同的 因为这样子反而可以凸显两个人的私人关系 而至于拜席呢我们来看到拜席会 习近平要住哪里大家也非常关系 习近平要下他的旅馆 现在已经有北京整间都包下 远景私下也有透露 他说其实旅馆外面的人行道 还是一个公共的开放空间 不可能照着中方的要求 完全不让人通过 APEC领袖会议倒数两天 旧金山市区开始封路并且架设栅栏 每个路口都可以看到远景 二十一国领袖及领袖代表齐聚 安全务必做到滴水不漏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下踏旅馆的车道 进出口架起白色帐篷 就是为了确保上下车不会成为为安漏洞 习近平仍还没到旅馆外已经有人来举牌 习近平在旧金山下踏的旅馆 正在做最后为安确认 那么外头人行道因为是公共空间 所以如果有示威群众来到这里 只要是和平的 没有妨碍秩序 基本上警方可能不会驱离 也就是说习近平来到这里 免不了会听到抗议的声音 美国总统拜登认为 元首及层级对话 在复杂的美中关系下是必要的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 这星期美中元首峰会 美国希望打击毒品和恢复军事对话 能有进展至于拜登会不会要求中国针对 间谍气球事件道歉 甚至警告习近平不要干预台湾选举 苏利文说 透过媒体简报对北京威胁或提出要求 对即将展开的外交对话没帮助 习近平在拜习会后 和美国企业界的晚宴 特别邀请他在爱荷华州的老朋友出席 那是38年前接待习近平的家庭 习近平隔了6年再访问美国 罕见的搬出私事 希望用人性的一面扭转中国 及中国领导人的形象 TVB的新闻林佳辉 美国旧金山报道 好我们来关系尾巴冲突的最新状况 我们知道以色列进军加萨之后 饱受国际的舆论 因为现在呢 以色列已经逼近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 而这个西法医院现在几乎可以说是 面临瘫痪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法医院的历史 其实过去呢他在以色列统治之前呢 他是在以色列加萨时期的时候建造的 一开始是以色列在统治加萨的时候建造的 但是之后以色列撤出之后呢 就由哈马斯来扩建这个西法医院的地下室 所以现在以色列就相信 其实在西法医院的地下道呢 这里根本可以说是哈马斯的指挥中枢 而且还可以容纳数百人包括水电都不是问题 我们来看到英国泰晤士报也有分析过 像是在2008年的时候 以色列跟恐怖组织有战斗过 当时呢哈马斯也有在西法医院的周围来巡逻 甚至杀害加萨的平民哦 那么在2014年之后 他们也常常发现哈马斯有很多的公开活动 都是在这个西法医院里面举行 就怀疑说其实哈马斯的总部是在医院底下的 那么国际特色组织报告也有揭露 其实哈马斯常常在医院的看诊间 或者是拘留室审问 甚至是酷刑还有虐待相关的嫌疑人哦 但是现在这一些呢 全部都是以色列的推测跟说法 到底事实是怎么样呢 还是要由以色列端出证据来说服大众 但是我们知道在战火之下 受无辜的牵连的当然还是平民 以色列坦克和士兵来回穿梭 继续在加萨扫荡哈马斯 以军没有收手的打算 总理纳坦雅胡周一也来到边界视察 重申会占到底 针对外界抨击 在医院附近交火的说法 以色列有话要说 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空拍镜头 显示圣城医院外 有男子手持RPG火箭弹乱晃 从医院反击 不过同间医院 其实还有受困的美国公民 证明美籍女子和妈妈 三度尝试逃离都没有成功 最后还惨遭炸断手指 加萨医生也是一脸疲惫 描述惨况 以色列同一时间 也在北部边际和黎巴嫩 真主党交火 当时有黎巴嫩记者 连线到一半 突然感受剧烈晃动 直击惊恐 抛喜瞬间 对于美国政府 力挺以色列 没有支持全面停火的态度 智库专家表达担忧 认为这样的立场 逐渐站不住脚 美国未来恐怕也得付出代价 电视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刚刚讲到以色列进攻加萨之后 饱受国际的舆论 因为现在很多人道的物资都是进不来的 当然我们知道最近以色列也同意了 每天开放4小时 让加萨地区的居民从北部逃往到南部 但是呢 让加萨居民有机会逃到南部 开放这个安全通道之后 反而让哈马斯的人肉盾牌可以说是消失了 现在中国的军事专栏就分析 加萨其实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被以色列给控制 目前大约有1000多名的哈马斯士兵呢 被压缩到这个西法圣城跟印尼这三间医院 中间有一个非常狭小 只有0.5平方公里的这一个区块这里 而且我们刚刚有讲到西法医院的地下室呢 疑似就是哈马斯的总部 现在以色列也深信 哈马斯的二把手他叫做辛瓦尔 他也就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突袭的策划者 他们认为这个辛瓦尔现在其实就被困在西法医院的地下道内 而现在以色列国防部部长也表示 他说哈马斯现在在加萨地区的势力 已经跟以前不能相提并论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因为哈马斯现在也已经释出影片 他们愿意释放 其实为人职来换取5天的停战 坦克炮击部队长驱直入 以色列发动地面战超过两周 持续逼近哈马斯核心据点 军方发言人更倾覆最前线 知道哈马斯在儿童医院内的地下指挥所 医院下方秘密地道曝光 武装分子连武器也来不及带走 甚至墙上还贴着针对以色列的作战计划 出入哈马斯隧道如入无人之境 早已军陆海空三军夹击超过一个月 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 如今哈马斯在加萨势力不如以往 兵败如山岛 哈马斯也紧急喊话 愿意释放人质 换停战5天 以色列是否愿意停火 目前官方还未正式回应 不过尾巴冲突时间越长 就怕加萨医院撑不下去 加萨北部只剩两家医院苦撑 西法燃烙荒未解 至今已有34人死亡 其中包括7名婴儿 医院惨况激起穆斯林怒火 美国总统拜登也发声 隔空喊话以色列也透过外交手段 要求以色列保护平民和医院 为加萨人留下一条活路 TVVN新闻环轩报道 好观众朋友约克夏最可爱 他说哈马斯先把人质放走 再来谈人道做人 其实现在就是双方的说法 都非常的出入 像哈马斯就希望先停火 我再考虑来放人质 以色列则是觉得说 你先放人质 我再来考虑要停火 所以这也是尾巴冲突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画下收指符的原因 那我们来看到尾巴冲突在加萨走廊 导致非常多无辜的平民死伤 那林口长庚医院急诊科的医生 洪尚凯他在今年7月的时候加入无国界医生 10月的时候刚好在这附近碰上冲突 当然也协助很多地方来救援 那么上周呢 他刚从加萨平安的返回台湾 长庚医院呢 也把洪尚凯医师洗尘 不过谈到他在那里的经历呢 他也相当无难 在面对一个就算是很严重的病人 我们通常第一时间不会是很情绪的反应 面对病人前得先做好心理建设 34岁的急诊科医师洪尚凯 自愿投入无国界医师 在长庚医院两年 今年7月留职停薪 前往加萨地区 10月碰上尾巴冲突 连移动都危机重重 不会在战争的时候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每次的移动 其实都 风险蛮高的 就是可以听到很近的炮火声 回想起这段历程 印象最深刻的这一幕 洪尚凯在协助医院的门口 遇到一位惶恐无助的妈妈 战争前才刚生产 这一天抱着小孩准备返家 却接到通知 家已经被轰炸 只能无助等待 也让洪尚凯自责 身为人类的医员 对强保中的孩子很抱歉 为了要让他这样出身 他是一个可能不到3000公克的 一个很小的小婴儿 那还是睡着 那你摸他的时候 他那种新生儿的反射手 还是会抓你 在26天内 虽然压力非常巨大 那是唯一一次 我真的 真的有落泪 或者如此 当地医疗 没水没电 没有足够药物来治疗 甚至只能被迫 直接在地上做节肢手术 很痛又没杀布 只能由大家尽可能抓住处理 侯尚凯也不舍 这些都是没必要的痛 编救治还得时刻听到 四处的爆炸声响 从害怕到习惯并无奈着 到后来大家很习惯的 炸到周遭 你听到爆炸声代表说 你没有被炸到 那就只能很 很 无奈的继续 回复到你原本的工作 好险侯尚凯还有家人 接住他当后盾 他也说战争持续 医疗体系大崩溃 很多医院持续被攻击威胁 当地断讯的情况下 只能保护医疗设施 病人以及医疗人员 也呼吁战争医学 台湾算是走在很前面 但如何让更多人看到并重视 此刻真的很重要 来关心天气 不止台湾最近降温有感 连中国大陆的东北地区 在最近也下了大雪 甚至有民众就发现 自己家里的狗 甚至是牲畜 疑似被老虎给咬死 而专家也证实 哈尔滨的山林里面 的确有东北虎出没 也发出警示 提醒民众跟游客 没有必要的话 不要前往山上 白雪矮矮山林间 有民众在路边拍到东北虎 与他四目相望好几秒 一点都不怕人 前几天黑龙江 击西虎林市虎头镇 接连发现老虎踪迹 当地亦居民的家犬疑似被虎捕食 监视器清楚拍下老虎踪迹 结果没几天 哈尔滨市伊兰县内村庄 又有两只牛疑似被老虎咬死 由于大雪天冷 东北虎不用冬眠 有鸡肠碌碌 必须四处觅食 黑龙江虎林市当地政府警告居民和游客 千万别入山活动 养牛户的牛只两条后腿被吃个精光 专家从现场遗留的脚印和食量判断证实是东北虎出没 专家表示东北虎有固定活动范围 但由于近期东北地区暴雪 山上野兔野猪活动量较小 很难捕捉 东北虎只好下山打猎 首先判定它是猫和动物的足迹 这个足迹大概在十三四厘米左右 所以说应该是东北虎没有问题 由于长期遭滥杀滥捕盗猎走私 东北虎已被列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 幸好大陆境内数量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20只 逐渐增加到60只 成为东北雪地中既危险却又美丽的风景 TVB也新闻叶骏宏 带员里综合报导 好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台湾这几天真的是降温有感 受到东北境风的影响 在南头的五里气温也降到了十度左右 所以吸引不少游客上山 但是却有民众发现竟然有民众徒手 把机车抬上五岭的观景台上 好脸书社团台湾追学团呢 14号上午有民众po出了影片 这时呢这个停车场 五岭停车场停满了车子就有民众募集 居然有两三位年轻人呢 用台的方式徒手 把一整辆上百多公斤的摩托车 一路扛上去这个五岭的观景平台 感觉就是要上去跟这个地标合照拍照打卡 真的吃八十元 一台都买好好的就扛起来 目前民众看的都直摇头 不但骂脏话还直说 真的是吃饱太咸 吃八十元啊 那么根据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说呢 因为这个目前没有明文禁止 但是呢 这个过去就经常有民众 这个骑脚踏车挑战五岭 骑上去的时候 会把单车扛上去拍照打卡 但是摩托车真的是第一次 如果有发现的话呢 还是会上前去规劝 毕竟这上百多公斤的摩托车 万一从楼梯这样失手滑下来 会砸伤其他游客 那么另外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 在清静农场 现在的气温已经降到14-15度了 而在武林呢 更是大约只有10度左右了 而这个清静呢 还有松雪楼 订房率都已经超过八成了 提醒民众上山真的要保暖 做好这保暖工作 那么以上是在南投现场的状况 再把时间还给台北棚内 好不只是南投武林 今天北部地区感觉真的也是蛮冷的 很有入冬的感觉 但是这一波好像还不是最强的冷空气 今天气象时间 我们也邀请到生活记者 惠先来到现场 帮我们继续分析 惠先好 幸运晚安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惠先想要请教 接下来是不是有号称 入冬最强的一波冷空气 要影响台湾 低温会降到几度呢 是没错 今天在气象时间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跟观众朋友们互动一下 大家呢有没有觉得说 最近这几天开始真的是 如果你已经把这个长袖啊外套都拿出来穿的人 帮我们喊个声说声 又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是不是真的觉得良意越来越明显了呢 因为啊冬天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到底哪些地方都有感呢 其实包含了像今天在澎湖的低温达到20度以外 其他的地区也都有15到17度 至于说是哪些地方特别的低温呢 我们来看这是气象鼠最新的整理 包含像是里岛地区 像是连江的南干乡达到了14.8度 除此之外呢在本岛也有15.2度 也就是新北的瑞芳 还有像是宜兰 基隆 苗栗 新竹跟花莲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这所有的温度都是15 16度 所以感受上真的是很明显都是变凉的状况 而且北台湾游感都是变凉 至于说中南部的朋友的话呢 这一波的这个影响可能没这么大 所以大家可能还是有在穿短袖的情形 因为今天中南部的高温还是有突破到了30度 所以感受上没这么明显的 那么另外再带大家来看一下的是 今天的天气以外到了明天之后 气温又会再回升 因为呢这个气场转成了东风 也因此雨是比较缓之外 温度又上升了 可以看到其实在台北 宜兰这个温度 低温大概是20到19度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的地方 像是台中嘉义的话低温大约是19度 不过高温也是蛮高的哦 因为像是在我们台中以及嘉义 其实高温也都同样的突破了30度 不过这样的天气到了周四的下半天之后 会越来越晚就会越来越的越冷 因为呢我们即将要来迎接 新一波的东北季风 而且这一波非常的强哦 还可能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我们带大家来看其实这个分界点 大约就在周四的下半天开始 可能在周四的上半天的时候 你还没有特别的感觉 因为呢还是天气比较好的状况 都是有一些感受到温暖 但是到了下半天之后呢 因为东北季风再加上说有风面通过 所以说有水气再加上有这个温度 也同样的都来变低 而且最低温可能就在周五 以及周六这段时间 可能台北侧站我们目前来做预估会13 或者是14度 也就是挑战大陆冷气团的等级之外呢 其他的地方低温可能也都会到16 到17或者是18度 所以说这一次来讲 中南部就会比较有感觉了 大家记得一定要多加的添加外套 而且我们看到这张图其实呢 它是一路的气温就往下掉了 包含像是全台都会有感觉之外呢 一路的就会延续到周六的清晨 而且再加上说其实从周五的晚间开始 就有这个气温的影响之外 还有辐射冷却 因此气温又会再更低 包含像是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 温度甚至11 12度 还有10度都有可能会来达成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周的气温来讲都是比较冷的 大家记得一定要多穿外套 好没有错 我刚会先有问大家 谁已经把后外套拿出来穿了呢 像是观众朋友周祈恩 E-Punk还有四维码E38都喊右 大家都说已经把外套拿出来了 我也已经拿出来了 另外呢观众朋友Test说冷没有关系 又湿又冷才是真的不舒服 的确又湿又冷感觉好像 冷的感觉也比较明显 另外观众朋友威廉雪说 变冷会不会让路上全五行的人变少 感觉有可能大家比较不想伸展 当然希望这样的状况不要越来越多 但接下来我们想要请教惠仙 接下来一周天气如何呢 周末有可能有机会回暖吗 出游还要带伞吗 是刚刚我们有提到 其实就是因为水气影响的关系 所以说这几天 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 好像还是蛮凉的 虽然说气温已经稍微的有上升 但是呢雨量还是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这12小时的预报图 首先呢最旁边的这张可以看到 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雨区的部分 大约都是在大台北的地区 还有像是宜兰 桃园以北都是有雨的状况 那么持续往后来看 其实到了明天之后呢水气会稍微的减少 大约只剩下在迎风面的地方 也就是宜兰 或者说呢大台北的地方 都是会有零星的降雨 至于说到了周四 以及周三之后呢 其实水气还是会有的 大家记得外出都一样要带伞 至于说什么时候才不用带伞呢 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 其实接下来 未来一周的降雨趋势 刚提到了周三 因为东北季风减弱的关系 又变成东风 因此呢雨势稍微会比较少一些 但是到了周四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都是蓝色的一片 就是因为在北部地区这里 有风面通过了 就带来了水气 也因此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 包含像是大台北 宜兰 还有桃园 宜北 以及在台中宜北的地方 东部地区通通都会是 有雨的状况 所以说在这一天 要特别的来做留意 而且周四的天气 我们首先要先淹雨淡之后 到了下半天 开始又会有非常冷的状况 周五之后转为刚冷 不过这个冷空气是感觉上影响的又更大了 而且气温也会下降 除了说雨势稍微少一些之外 气温真的得特别留心了 继续带大家来看一下 接下来很多人还会来关系 这周的天气到底如何呢 首先我们昨天有提到有一个准台风叫鲤鱼 不过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它的强度已经减弱了 变成了一个扰动 从这个热带的低压变成扰动 现在我们来看它各国的预测 其实都说它有可能会再成为台风吗 这个几率可能是比较低的 但是如果要变成热带扰动的话 接下来是热带的低气压 有没有机会有可能 但是都得继续的来做观察 什么时候这一周的天气大约是如何 最后我们要跟大家来做提醒的是 这周的天气变化其实真的是非常大的 包含像是我们提到北台湾的温度 先稍微的上升之后 接下来又会下降 还有全台都得记得 中南部日夜的温差比较大 另外是要留意南北的温差很大 通勤族记得除了带雨具 还有你的外套长袖都得戴好 以免有不小心就会感冒 好没有错 我想问惠仙你喜欢吃姜母鸭吗 姜母鸭对 我比较喜欢麻油鸡 麻油鸡的确这次天气真的蛮适合 像观众朋友汤红也有问大家 大卖场的姜母鸭羊肉炉 这些有没有推荐的 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 可以在留言区跟汤红来讨论 那么也提醒大家 接下来刚刚听到惠仙讲的 外套一定要记得穿好 扫心不要感冒了 那我们也谢谢惠仙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惠仙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娱乐消息 余祥全跟柔柔交往5年 结婚之后老婆也顺利的怀孕了 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 正式产下了女宝宝 而余祥全跟余天呢 在今天也出面受访 说这一个女宝宝呢 是3000多克的小巨婴 而余天更说 要包6位数的红包 非常的大方 只是谈起 会不会思念余怨琪呢 余天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 妹子的话 现在目前是开半职 套着宽松长袍 眼神期待同时也有些忐忑 余祥全的老婆张元柔待产 终于在14号上午7点50分 迎来小baby 余祥全代为发文 对着女儿说 你妈妈很怕痛怕哭 但这次很勇敢 把你带到这世上 两人世界变成一家三口 很谢谢你选择了我们 产后的柔柔 摟着女儿气色相当好 全家福照片曝光 这画面超温馨 出来那一刻 差一点 差点撇的 因为真的很感动 就是出来的时候 可是当院长把那个 小孩 不是 他把剪刀递给我 叫我剪 我就 然后手开始发抖这样 齐悦操不住 说女儿是3225克的小居婴 称赞彼此体五官标志 至于头大是向到余祥全 目前小明还没决定好 当然要厚一点 各十百千万十万对 六位数 我觉得刚刚七位数也不错 老婆大人因为怀孕胖了超过20公斤 余湘全也透露早在宝宝出生前 相关母婴用品代言就找上门 只是不免想起去年刚离世的余院起 余天这泪再也忍不住了 安慰自己要向前看 余祥全的婚礼 原定办在明年选前 但目前看来来不及了 若时间决定好 会再把好消息通知大家 TV宣传 参加我们继续踏不到 好 现在2024总统大选 已经进入倒数计时的阶段了 候选人为了加深民众的印象 都会在街头挂起看板 不过就有网友发现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谢佩芬的看板 刚好被红绿的挡到 某一个角度看起来 非常像电影《瓦丽宗》里面的机器人 而谢佩芬自己也觉得非常的传神 另外还有像是新北立委参选人 何博文跟赖清德的看板 看起来也非常Cuso 看起来像是恭喜抽到捧花 站街头不陌生 吴亦农一早帮好朋友谢佩芬拉票 还有Q萌中芬赖赏娃娃超吸金 选举倒数两个月 连看板也要不同 民将立委参选人谢佩芬的看板 就挂在二楼 不过从这个角度上 刚好赖清德的脸被红绿灯挡到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更有话题性 谢佩芬的眼睛跟红绿灯融为一体 就被网友Cuso 横上电影瓦砾中的机器人 是不是有镭射光能扫射对手 这是各样的比喻 我都觉得蛮传神的 其实完全一开始在设计看板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到 很像一个正义的使者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是刚好可以来对战这里的 很多人觉得像是大魔王一般的对手 那因为他身量很高的王红维 毕竟这选区是蒋湾的本命区 王红维输不得 但有话题的还有隔壁的新北市 何博文跟赖清德看板背景是正红色 只不过赖清德的手下方式磕束 就被网友笑称恭喜抽到捧花 这面看板当初设置 其实就纯粹是民意代表 总是会在农历春节前后 会设置看板向大家祝贺拜年 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但是引起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也觉得非常的好 但不是每面看板都能美美的 在南投立委蔡培会的步调会容乐 一看他跟赖清德的脸 遭有心人事从中隔开 我觉得蛮遗憾 选举是选先语能 应该要相互尊重 不可以做这些选举奥部 选举倒数候选人强摆面 看板也要比拼谁最有记忆力 TVB的新闻农聚年轩 台北新北长报道 好现在外界关系蓝白盒到底 有没有机会呢 现在双方的底线也曝光了 传出国民党希望六成猴科 或者是科猴跟赖消费比 加上四成的比正党 不过民众党认为 还是要全民调来比就好 而15号呢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跟主席朱立伦 还有民众党柯文哲即将要会谈了 而前总统马英九也将会见证 三方在今天上午呢 也到马办来敞刊 有摊商热情打气 在蓝白盒即将摊牌之际 不只给国民党总统参选 侯友宜注入一道暖流 最新民调数字 六成六民众认为 整合因纳入政党实力 更给蓝营不少信心 我也期待 柯主席也能够一样 不要再回到原点 在校民众党 柯文哲喊话 因为根据民调 若蓝白整合 不管柯猴或猴柯配 都以三成六跟三成五 领先赖销配五% 郭赖配垫底 若PK赖销 猴柯或柯猴支持度 最高来到42% 领先赖销四个百分点 另外包含政党支持度 立院席次 执政县市都有四成以上支持 整体来看 总体有66%认为 应纳入政党实力 加上传出 国民党底线就是六成 以柯猴或猴柯跟赖销比 四成政党互比 民众党能接手吗 做台湾模式全民调就好 那也就是目前 我们所设定出来的一个底线 双方对游戏规则各有坚持 蓝白整合也即将进入 最后亮牌 15号上午10点 柯文哲将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侯友宜三方会面 前总统马英九当见证 地点就选在马英九办公室 侯友宜跟柯文哲阵营 上午来敞摊 只是马英九喊的全民调 不是国民党版本 马办执行长肖续层 再批金普聪 他已读不回 或是他不回电话 就是他不接受 如果你在乎自己的一点点 所谓的什么突袭的感受 表示你根本不在乎六成 希望下架民意党的民意 你自己比较重要 还是台湾人比较重要 15号蓝白四方人马会面 最后谈判 能不能合一番两瞪眼 PVBS新闻 华少平李明辉 庄凯玉丽皮 台北新竹采访报道 蓝白能不能合呢 观众朋友汤红认为 明天蓝白不会合 威廉雪则是也认为不会合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盘算 人都有私心 烧狼补土则是认为蓝白合 两败俱伤 不过这一两天呢 政党协商结果就会出炉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不过就了解呢 在昨天上午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已经跟党务高层进行会议 而且下令党内 要有独立参选的作战计划 看起来感觉想要 是对这个柯文哲来进行打击 那么但是蓝营的立委候选们呢 却持反对意见 会议记录不敢公开上网 来南投庙口开讲 民党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炮口瞄准国民党及蒋市长 现在是谁拿了钱吗 正当蓝白双方 还在最后协商 柯文哲率先发难 不给蓝营好脸色看 但同一时间 国民党也眼里备案 13号上午 党主席朱立伦就找来核心幕僚 商讨破局的因应方案 并拟定对柯文哲的全面作战计划 像是大局担案等施政弊端 不排除对柯全面开战 要杀就杀 但蓝营立委参选人却屁屁刀 民进党这八年的执政问题 检验不完的 没有那个多余的力量 再分散火力到民众岛 到柯主席 慎重的去建议 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战略 韩话党中央千万不要引战 投票率更是一大考量 蓝白不可能 最大可能性的就是支持者 不愿意出门投票 没有赢的机会 出门的投票动力就是低 事实推仰能让小鸡免于落榜 但就党的立场 总统大卫怎可能说让就让 好 接下来来看到 这一名富人真的是 非常勇敢的善良 在台州原民富人 在路上捡到一个红包 而且这红包上面还写着 Gay how on 让他看起来有点担心 怕怕的不太敢捡 但是呢最后他鼓起勇气 还是把红包捡起来 送到警局 警局调监视器发现呢 这是施主骑车的时候 不小心落下来的 而且这一名施主呢 还一次还丢失了一碟5000元 幸好最后也一并找回来 红包单上写着斗大三个字 Gay how on 原本是祝贺新人的吉祥话 但如果红包是掉在地上 你敢捡起来吗 不敢捡 为什么不敢捡 因为怕有什么状况 就例如哪一类的 什么明昏之类的吧 Gay how on 满满满 不要去捡就好了 报警就好了 10号中午在台中风源 一名富人在马路上捡到红包 上面写着Gay how on 担心的是求明昏 不敢乱拆开 只好惊慌的拿到派出所给警方 打开红包带 里面有2600元的现金 警方根据外带署名 追查到施主的资讯 是一名66岁的黄姓妇人 她说红包是要包给亲戚女儿的 结果骑车出门时 口袋太浅 才会不小心掉到路上 刚好捡红包的地点 150公尺外有巡逻远警 发现有5000元掉落在一旁 远警正调阅监视器找施主时 正巧就听到派出所内 黄姓妇人提及的关键字 跟5000块的施主特征吻合 一次帮他找回了掉落的钱财 不过路边突然出现红包带 可吓坏不少人 幸好只是虚惊异常 TVB新闻 许立法 李蔡英台中采访报道 好 观众朋友 威廉学说捡了 就会半夜睡觉脚底痒痒的 还好真的是虚惊异常 好 另外我们来关心 有一名女子呢 她拿着棒球棒在街头闲晃 被民众看到觉得有点怕怕的 所以就报警 没想到远警来了 这名女子居然还找来 自己的干戈戈戈助阵 甚至跟远警在街上互呛 还入骂不雅自演 当然了也被送回警局 不过分局的侦察队 却说不用移送地检署 也让侦办的远警 觉得有一点抱不平 认为说自己人不挺自己人 这样第一线远警 怎么知情 好 主观众通话 可以看到原本这一名女子 就是在花莲街头 拿着球棒趴趴走 有民众看到之后 就怕她会随机攻击路人 或者是衍生暴力冲突 赶快来报警 只是远警第一时间赶到 这名女子也打电话 跟干哥哥求救 结果男子一到场之后 却是不断的大声咆哮 甚至还跟警方爆发口角冲突 来看一下当时情况 离我远一点 你要管输我什么文明 你叫什么东西 你叫什么东西 来 你干嘛 你干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推他 你凭什么推他 我打你啊 就是因为对原警辱骂不雅自演 结果警方就要依妨害公务罪嫌 把人带回警局侦办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原警是依法逮捕 也要把人移送到分局侦察队 接着再到地检署来复训 但分局的侦察队长却说 检察官说他们可以不用 移送到地检署 这让继承原警相当不满 这根本就是不符合解送的条件 根本打击到了第一线 执法同仁的事情 虽然分局也出面来强调 一定是力挺同仁 只是因为花莲县的辖区 实在太广泛了 就怕在解送的过程当中 又有发生其他不必要的风险 所以当时才会说 寒送法办 但他们还是很强调 不可能会打击同仁的士气 以上是我们讲到到 最近情形 现在宣传今天早上我们的主播 来看到新北市中和 有一名女学生 因为晚自习结束回家之后 忘记带钥匙 只好先在超商等家长来接 没想到这时 有一名男子突然拿着菜刀 冲进店里 甚至还对着女学生不断标骂 刚刚这里有吵架吗 在哪里 他现在快去骑走了 骑走了 他骑车 原警赶到现场 但嫌犯已经不见了 他跟谁 右边那一个 他已经长时间这样子 原来是有人在超商内亮刀 这次被害人还是名国中女学生 好险店员第一时间就把双方隔开 才没人受伤 警方事后也寻宪找到人 他就忘了在我们家楼下大门的尺口 那我就想说我们家楼下按 巷子比较暗 我就说那你到便利商店去等一下 阿嬷等一下过去送尺口给你 他在便利商店遇到一个男的 冲进来 然后拿着刀 刀就对着他 一直破口大骂 现在很害怕 他昨天其实做笔录都是 鼓起勇气很勉强的状态 事发在新北市中和 13号晚上的11点多 这名44岁的死姓嫌犯 当时和女学生一前一后排队结账 过程中都没有对话 死姓男子买完东西就骑车离开 结果等他再次出现 就拿着菜刀冲进超商 还涉嫌恐吓 这名嫌犯当天还曾说要泼汽油纵火 也让附近住户吓坏了 如今社区大楼的群组内都在互相传讯息提醒 要多多注意这名男子就是要小心 不让意外再发生 提北新闻成员吴欣燕 新闻时报道 持续来关心 这一名持刀的男子 其实是当地的毒品人口 他没两三个月 就得到警局来报道一次 而早在三年前 他就曾经无故殴打路人 而被罚办 这三年来虽然说比较安静一点 但是没想到这个月 却两度跑到超商大闹 让大家很困扰 就是他这回在超商 持菜刀骚扰女国中生的死性男子 照片看起来憨厚老实 但做出这种事 已经不是第一次 好像就是有点疯疯的 反正就疯疯了 有时候他病发的时候 就去拿刀在那边乱乱回 平时都触摸在新美式中和宝瓶路周围 有时在超商 有时在骑楼下 会到处乱丢东西 不少当地居民看到他 都会稍微远离一点 怕被攻击 附近居民透露 这名男子大概没两三个月 就会出来闹一次 而近两个礼拜 他也是连续两次 跑到旁边的超商里面 做出脱续行为 不会 他就烦了 这个月二号 他就出现在同一间超商 到处乱丢私人物品 乱泼水 制造脏乱 店员受不了 只能报警求助 他刚才是我们开始丢钱包 他是丢他身上的 这名四四岁的死性男子 今天曾从事水电工地相关工作 但目前无业 由于是辖区毒品人口 每三个月就得到派出所 报到咽尿 但有时还是会突然失控 一半零九年时 他才在街上无辜殴打路人 被罚办 这个月二号 在超商内洒水 乱丢东西 当时被强制送医 没想到十三号晚间 他要持菜刀 在超商 骚扰女国中生 我小时候 我记得他拿刀 追着一个小妹妹在跑 刚才我很久 一段时间没看到他 我最近也才看到他 这名死性男子 并没有精神疾病 往往发作都是吸毒导致 近两年其实又比较收敛 没有闹事 但怎么会在两周内 连续在超商失控 警方不敢大意 会再持续关注 好 接下来 这一位男子的心境 也会让电源 非常的困扰 有一名男子 闯入安全帽店 坐在沙发上 大声嚷嚷说 要看所有安全帽的款式 电源靠近一闻 发现他全身都是九位 吓得赶快报警 远警到场之后 这名男子竟然骑车开流 还好被远警给逮到 九侧一侧 竟然高达1.0 骑身一停好车 就被绞住 问好几遍 他还不敢回答 但身上的味道 已经帮他解答了 果真一测 这名五十岁翁性骑士 酒测值超高达1.06 他刚刚就这样摇摇晃晃 还差点骑到对象车道 其实在这之前 甚至还跑到 一间安全帽电脑室 都还没开店就闯进来 坐在沙发装大爷 大声喧哗 什么款式都要看要买 女店员害怕赶紧求助店长 如今岁目年终 双北市再公布哪些人酒驾 讲不停 北市公布了最新的酒驾 累贩名单 这一次新增了28人 而其中两个人 竟然是酒驾了四次 这一次最高的罚款金额 是36万元 至今都还没有缴 至于新北市 这幕名单新增了44人 其中累贩两次就有30人 累贩三次14人 目前已经累计公告600多人 累贩多罚得中 移送金额高达2000多万 未结案的 通通被移送强制执行 尤其现在入冬时节 聚餐少不了吃姜母鸭麻油鸡 数字超标就是违法 吃什么都不是借口 TVB新闻年龄陈吴远 台湾报道 来看到新北市板桥 有四名少年 在半夜的时候 拿社区前面的灭火器 到处喷洒 还波及汽机车 也让环保人员 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整理完毕 远景获报歹人 发现这群人当中 有三人是未成年 只是都进警局了 他们却还嘻嘻哈哈 夜晚的小巷子内 几名少年拿着灭火器 边跑边喷洒 窜出阵阵白烟 但他们瞄准的不是火焰 而是彼此嬉闹 噴完的灭火器 随手丢进路边草丛 柏油路盖上厚厚一层白色粉末 汽机车经过驾驶目睹 还会迟一下 遭殃的灭火器可不止一只 十二号晚上八点多 新北市板桥文德里 四名男学生 四处偷拿附近社区门前的灭火器 到处乱喷 再用脚踩地上的干粉来回涂抹 另一名少女全程旁观 没有制止还一起嬉笑 这群少年其中三人还未成年 远景获报前往现场 他们却丝毫没有回忆 还觉得有去 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处罚了 接连几天下雨 干粉混合雨水变得一团泥泞 至构花费好几个小时 才将社区路面清理干净 住户一觉醒来 发现爱车惨遭白粉攻击 更是气得火冒三丈 TUBS新闻事协员蔡新瑜 新北采访报道 2023年即将进入尾声了 也有很多人开始规划 2024年的休假 现在有网友就来透露 也有可能说请假三天 可以连休十二天 攻略是什么呢 带你来看 我觉得多三天可以去 亚洲以外的地方 我比较想要去欧洲那边 去西班牙之类的 休假比较多 很好安排 一次可以玩到很过瘾 2023剩下两个月 明年春节假期 想好怎么排了吗 好想出国 2023年已经快结束了 新已经在明年的农历春节 假期了 2024农历春节 一共有七天 加上前后假日有九天 不过这怎么够 如果你把2月5号到2月7号 统统都请假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 12天假期 明年免去补班决策 2024就只剩下一天补班 三天以上假期 甚至只有四个 见红休的社畜们 怎么请假 有达人就教学 像是元旦请假 1月2号到1月5号 就可以联休9天 还有228纪念日 儿童及清明节劳动节 端午节中秋双十 一共7个节日 请假四天就能让廉价 统统延长变成九天 一些外商公司或是 比较大的公司的话 我相信即便是有特休 都会有因为压力 所以不敢请 该上班就上班 然后长假的话 比如说像你刚刚讲 12天长假 可能一年有个一个 然后其他可能就是5天长假 其余的时间就是 请假一时爽 但你敢吗 有些民众说 真的怕老板会抓狂 人力银行也提醒 部分行业可能比较难 照攻略来请假 摊乙业 空运业 量饭业 甚至金融业的部分 其实他们都是尽量 希望自己的员工 不要在这种春节前这几天 连续这样排自己的特休假 不过根据牢基法 雇主不能无故拒绝 或干涉员工请特休 只能道德劝说 到底要不要请假休起来 就看民众自己选择 提前规划 体别新闻 周永伦 华正商会先台报道 最近要去日本的人 可以换日币咯 台银昨天 日元跌破一年多来的新低 但是我们知道 日币呢 现在很多人到日本玩 也推高了当地的物价 像是饭店呢 东京皇宫酒店的房价 一碗就要10万日币 东京西尔顿酒店 一碗也要7到15万日币 十一住行 大家都有很明显的感受到涨价了 那么我们来看到 7到9月 外国人在日本的消费 总共就有一兆 3904亿 大约是台币3000亿左右 不过这对日本人来说 他们觉得 当地的物价实在太高了 跟观光客简直是两个事件 来到日本百年老房子 享用意大利菜 融合在地食材 做的意大利无菜单料理 还入选米其林指南 受惠日元贬值 换算台币十分划算 然后他今天晚餐是 大约是十道菜 卖8800日币 这个台币的话 是不到2000块啦 算是其实是非常划算的 便宜的日币 刺激外国旅客观光消费 日本政府观光局统计 今年七到九月 访日外国人在日本 共消费一兆 三千九百零四亿日元 约新台币三千亿 比二零九年同期增加了 百分之十七点七 日币疲软 让外国观光客的 购买力跟着增加 海币的价格就可以买得到 一盘一百克的那个黑毛和牛的 可能是烧肉片 火锅肉片之类的 所以其实算起来的话 当然是比台湾买到 同等级的东西 要便宜得非常的多啦 日元贬值 外国旅客买得尽兴 但日本民众 却饱受通膨所苦 日本正面临泡沫经济以来 物价涨幅最大的时代 能源电力原物料都在涨 各地饭店住宿费 也因为国际观光客回流 跟着涨价 东京高级饭店房价 比疫情前涨了三成 有的一晚突破十万日元 至于商务旅馆 每晚住宿费也来到 一万五千到三万日元左右 不过对外国旅客来说 似乎不痛不咬 但却让许多日本人 叫苦连天 现在日本人的出差 很困扰啦 以前日本人出差 住那个business hotel 然后一个晚上 可能就五六千块 现在一个晚上都要一万块 所以对日本来讲 这种饭店出差价格的上扬 这件事情 对他们讲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再加上由于日元贬值 然后很多观光客进到日本 他们在日本就是 大量的消费的结果式 日本一般来讲 平常可以花费 平常金额消费的这些物品 或是商品 它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去购买 现在日本涨价比较严重的东西 第一名就是食品 然后第二名就是电工瓦斯费 然后第三名就是油价 对日本人来说蛮大的压力 然后他们的开销 也是就也变多 史奇城也表示 现在日本当地人力短缺 不少饭店缺工严重 游览车公司也缺司机 整体成本上扬 因此反映到住宿费身上 日本的房间也现在面临 很严重的缺乏人员的问题 所以就他们比如说 有一百间的房间 但是现在只能开五十到七十间 其他的就是就没办法对应 因为人手不足 所以当然会反映到 一些住宿费的部分 而就十一月十三日 早盘交易期间来看 日元兑新台币来到 零点二一六八元 创一年多来新低 若换十万新台币 可以换到四十六万一千两百五十四日元 和二零二一年最高点 零点二七九七相比 当时只能换到三十五万多日元 一来一往 差额高达约十点三万日元 等于省了两万多新台币 从去年开始日币持续贬值 让台币换日币的价值 瞬间高出许多 而日前日元对一美元多次扁破 一百五重要关卡 今后再下探的可能性高吗 目前看起来空间是不大的 那主要原因是美国的联准会 在这一次开会的时候 其实有暗示说可能升息到了比较后面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十年公债利率 也从最高接近五个percent 在最近比较往四点六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简单来说美国跟日本 他们的利差并没有进一步拉大 那这也代表说日币汇率想要进一步贬值的空间 也比较缩窄 异后外国观光客重新涌入日本 著名景点仍满为患 但当地日本人却得承受物价飙涨压力 形成一个日本两个世界 TVBS新闻何嘉阳刘彦宣台北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